這個景真是非常非常美麗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買一個沖浪版 可以在這裡感受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 來到海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喜歡吃海鮮的朋友 這一排就非常非常多選擇 哇好正啊 這個海景真是超級無敵舒服 如果搭回一個藍天白雲 這個景真是無敵 但我發現它選擇的傢俬挺舒服的 跟我們這個藍天白雲的海景很搭 哇這個真的非常寬闊的 超級有度假飆 包括其他地方都不用怎麼搞 添花那些都比較新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Easy 今天Easy沒有去到銀丹那邊 而是反而來了大亞灣霞聰片區 這個霞聰也是一個八年的古鎮 我們今天要看的那套樓 就是我身後這一座 泡泡海的硫磺單位 稍後再和大家說回這套房的情況 說回我們霞聰這邊 當地的生活氣息是非常之濃厚的 這邊的生活各方面都是很便利的 因為我們這邊是本地人的長住的地方 於是現在身後的位置 白色那一陣子就是吃海鮮的地方 可以海鮮加工的 旁邊就是霞聰的海鮮市場 而市場的正對面就是我們平時的肉菜市場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來到海邊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喜歡吃海鮮的朋友 這一陣子就非常非常之多選擇 跟大家說回交通方面 我們這個泡泡海這邊是有幾種方式的 如果我們坐慣了京橋巴士 可以坐京橋巴 但是京橋巴要坐到梵高的海下車 再坐202 坐回頭 這個便舒服一點 其次的話 例如說公交車 如果我們要坐地鐵 就是在我們這個泡泡海的屋苑門口 就可以坐回268 就可以去到沙田站 轉回14號線便可以到關口 如果我們預訂了高鐵飛 我們可以走兩步路 過到這個樓盤對面的位置 坐201 這樣便可以去到惠陽高鐵站 這方面的了 或者我們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直接過到旁邊 我們那個霞聰汽車站 那裏坐回巴士 都可以回到深圳那邊的 都可以滴滴滴滴 當然滴滴滴就會貴一點點 建議大家的話 可以打回順風車 順風車價錢會便宜一點的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沙灘這個位置 這個浪是非常之大的 不過有少少可惜 就是今天沒有那個藍天白雲 大家如果到時候過來這邊玩的話 安全一定要注意一下 同時要做防曬這個動作 如果真的今天藍天白雲 這個景真是非常非常之美 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可以買回那個沖浪板 可以在這裏感受一下 或者學一下沖浪的感覺 都知道了 沙灘這裏的話 可以玩的地方是非常之多的 有些刺激性的 包括我們那個沙灘車 摩托艇 如果是想玩那個降落傘那邊 旁邊 黃金海岸那邊都有的 所以選擇的選擇性是非常之多的 就看大家到時候喜歡哪一款 我們說回這套樓的情況 先說話說 我們這套樓是硫磺單位 景是超級超級漂亮的 而且的話 我們這套樓是屋裏面 全部的家具家電都是齊全的 我們可以接近做到 拿包入住這個方面的 好了 現在跟著鏡頭同意池 立刻上去看看這套樓磺單位 憑紫和心情隙ul 平臉隨時空飄躲 隨著一生女的路 裏一生女的路 你我再重疊那一殺 傾客角在一方 缘分吹风飘荡 缘尽此生也守莫 你我再迎望那一霎 心中有泪飘过 终时高热也教着真心意 默默承受祭愿 现在已经上到我们的实体单位 每一层是三部电梯 一共有十户人家 可以在镜头看看我们的花园 我觉得泡泡海的花园挺漂亮的 整个屋有十一座楼 形成一个遗合式布局 将我们的花园夹在中间 可以看到这个花园打理得挺舒服的 绿直各方面也做得不错的 而且我们这个屋苑的花园是属于一个空中花园 它抬高了很多 我们现在的每一座位置 比我们正常的楼层要更加高 比8楼相当于有11楼高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对面那一排是在后面的 我们现在这座是正面的 我们才是一线海景的 这个屋苑的花园在2017年就已经收留了 这样公共部位做得还算OK 包括这个走廊 可以看到全部 这个转角位这些全部都贴了有瓷砖 这个外墙外垃圆 软看的话挺漂亮的 感觉这种颜色搭配 比较时常 很耐看 这个灰白颜色搭配 有点高尚的感觉 我们来看看这一间 首先先和大家看看 超美超美的海景 过来看看 这套房 哇好正 这个海景真的超级无敌舒服 如果搭配一个蓝天白云 这个景真的无敌 有点可惜 现在的天气有点下雨 到时候我们出太阳角 这个景就真的无敌 落楼就是沙滩 现在这样的天气 好似有人在钓鱼 果然是那句 无论什么天气都好 完全是躲不住钓鱼佬钓鱼的心 超棒 这个海景越看越舒服 我们 和大家介绍这个屋苑的情况 这房间是一个47平的大单间 屋主之前有做托管 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酒店风 但是我发觉它选择的这个傢俱挺舒服的 这个和我们这个蓝天白云的海景很搭 这个浅蓝色的桌面 加上白色的底 挺舒服的 看看这个 还要进化门跟大家介绍 这个就比较早了 一开始的交付标准 戴上这个 自然的墓墓 到时候大家介意 可以换一换 因为这个门 有少少生瘦 在海边 噴漆都可以 或者噴漆 建议看大家 因为 这个门好像很厚实 对 看大家 到时候可以做一个处理 或者直接换一换都可以 有这个手织是很正常的 不仅一线海景 是不是 常常吹着海风 好 这个 厕所的位置 是有做干湿分区 这个位置 咦 为什么 做了门 因为它之前就没有装了 不是 新交流的时候 是这样的 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可以做那种 防水连 真正的干湿分区 这个座室就是普通座室 然后 之后有少少 舊 因为这个 升盘这个櫃 到时候看看 可不可以 调一调的螺丝 看看怎样搞一搞 那个窗的话 就建议大家到时候 比如说我们 买回你自己住的话 那个窗就建议大家 贴上磨砂的那种磨砂 因为那个 隐私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玻璃门 这些是贴纸来的 不是垃塌的 这里可以撕掉 可以撕掉 再换一张新的 磨砂 磨砂纸 或者是贴那种 公仔纸 都可以的 就看大家 自己一个人住 可以不接 不介意 不怕 好像以前那样洗澡 不关门 是的 其实我们这里 还有这个 衣柜 在这里 还有我们的床 那些全部是一套的 这个挺英俊的 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的颜色 选得 特别好 所以说 人靠这张马靠鞍 你选择一些颜色 更漂亮的 家具家电 其实 衬起这家屋 完全不同的 我找了一下 这套房对于我来说 很弊异 Helen 买一个 多功能式的水龙头 这样做一个接口 然后就可以 洗菜 否则 比如说我们这里 买海鲜 回来 真的要 拿进去洗手里 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们在这里 可以做一个洗手池 到时候看看大家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刚好前面有栋墙 我们可以在这里 做一个玻璃隔断 隔断的话 我们做一个open kitchen 就放一个电池炉 因为我们这个公寓式 是不可以用明火的 就放一个电池炉 这样就可以解决 煮饭这个问题 是 那我们看回 这个 真是很阔的 这个开间 超级有度价 包括这个 其他地方都不用怎么办 天花那些都比较新正 然后就看大家 如果我们买了之后 想暂时不过来住 即是暂时度下价 暂时不过来住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 好像现在屋住那样 直接托款 省时省力省工夫 还有收益 这样我们到时候 再跟酒店那边 谈个数 看看那个分红 怎样分 第二个就是 每一年 给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我们屋住 是自己回来住的 这个就跟酒店商量 或者是我们到时候买回来 自己住的情况下 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 不要一张床 留一张 这张大张一点 这张小一点点 留一张大床 这样就把这两张床的位置 调转它 再选一套梳化 放在这里 就比较有住家的feel 听着那些海浪声 真的很忍不住 继续想去沙滩玩一下 跟大家讲一下价钱 价钱 现在这一套楼 我们只需要 40万出来 全部搞定了 其他那些汽水 那些粒粒粒粒的全部 包在里面 只需要40万 我们就可以拥有一套 一线海景的大单间 按照刚才 依词教大家 布置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 温馨的 小家 我们今期市民 暂时到这里 如果大家 喜欢泡泡海的单位 我们在楼上角有两个码 可以数码添加 Easy的WhatsApp 和微信 到时候 过来看楼 可以到关口 接着大家 还帮到餐 如果大家 想买 40万 想买 二房三房 Easy 也有拍片 在十里银摊 有很多选择 到时候 我们过来 看大家的需求 我们都会 按照大家的需求 帮大家批判好房源 你过来看楼 就更加方便 对吗 如果大家 在屋主的情况下 有楼 想出售 都可以委托我们 我们都可以帮大家 挂盘 然后帮大家 卖了一套楼 这个就看大家了 我们下一期 视频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